他过来以后 我有时间也好 张言有时间也好 我们都可以陪他聊聊天 说说话 这不挺好的吗 我老天爷 你能不能不跟我提 张言这两个字 我迷惑 我跟他好了 我不同意 你不同意不应想我 讨厌 喂 您好 爱人 好的 一会儿我帮你去拿 没什么 我不想来都这么说谎了 拜拜 我贴脑也尽死了 我 花了三十多年 找到了一个我心动的人 我花了好一阵子心思 培养我心动的人 求求你啊 成全我 我还给街道伞 培养出了一个优秀的干部 那王新伟说得对 你就该去幼儿园大阿姨去 谢谢 小二货 我怎么就那么爱一个二货呢 小霞 你客村回来了 你没陷进去吧 我陷进去还能回得来 是 我跟您说 咱这回这个事啊 真还不是个小事吧 你知道吗 那个犯罪那个小童木交代啊 这次广告这个犯罪的这些早物 价值就好几百万了 这么多啊 你知道吗 这个团伙啊 在这个沿着运河两岸 三个城座呀 中间有一台什么经营仪器 价值八百万 你知道那废品搜购站 多少钱搜的 多少钱 三万块钱就收来 这么少 那收购站是不是得赔啊 赔得精光 老板还要判刑了 那 那 那还好你没陷进去 可不吗 多亏了杨警官 是 快倒口水 好好好 这怎么像进了贼了似的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李宝珠完全被欢欢制服了 真的 你还挺乐观的 你说你涉案真我女儿 我又不乐观点 那得齐飘要大运河吧 这辆车不是咱们小区的 那有什么好奇怪的 我看你都好几回了 欢欢来 这辆车也来 欢欢走 这辆车也走 你这三更半夜 你吓死人哪 这三更半夜 不是 潘晓云 你说你天天强调 咱俩是亲兄妹 能不能有点默契啊 你也知道三更半夜 你三更半夜给我打电话 你知道我那婆婆有多敏感吗 大半夜你给我打电话 你给我叫出来 她怎么想 什么急事啊 说 我知道 包二奶了吧你 你肯定包二奶 被嫂子发现了吧 没事 我替你吵架去 我真太厉害了 妹妹呀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 你哥都火上房了 你帮我约约阳仙 我有事请她帮忙 不是你约阳仙 你给她打电话 你大半夜给我打什么电话呀 你说我这睡着正香呢 你给我吵醒了 明天我描图描错了 那房子塌了 你赔还是我赔啊 我赔我赔啊 妹妹我赔我赔 你约阳仙方便一些 我跟她聊事的时候 你最好要在场啊 理由 你知道我妈跟你妈 一向面和心不合吗 咱俩妈是一个妈 我说是那个妈 你那个妈 阳仙的妈 不 我 这阳仙平时跟我有不来往 我怕我约她 这面子不够啊 这再加上你的面子 够不够我还不一定呢 什么意思啊 阿淑 阿淑 我回来了 你在跟踪杨欢是吧 阿淑 我只是想去摸一摸情况 看看有什么办法 可以接近杨欢 这就是我的目的 你要是胡来 你就给我回马了下去 阿淑 杨仙很敏感 他父亲是个老行径 你想闯祸是吧 我做得非常非常行 小心 你小心 我怎么知道 你外出经常把你的车 放在车库里 然后再打车去锦绣小区开出来的 是另外一辆车对不对 你以为这样做得很隐蔽 很聪明是吗 还是我聪明 我真是聪明 我就这么祝福你 你就不听我 还有什么事情 你瞒着我 就一件事 这件事 告杨金的事情呢 是我 高峻调起来的 也可以说 不是我高峻调起来的 那天跟经销商吃饭 我就在饭桌上 随便地暗示了一下 完了 没了 就这些 坐 说过程 估计落下一点细节 你确定是跟踪欢欢吗 那没错 可是我没看清车牌 这个好办 我可以把小区监控录像调出来 或者我可以利用欢欢 把这辆车给引出来 你可不能让欢欢去冒险啊 不是 爸 我根据你刚刚跟我说的 这些情况的话 那欢欢没有危险啊 你想 欢欢是不是天天出去玩 在外面幸福 各种派对 对吧 那那个人要想下手的话 是不是早下手了 可是没有 所以我们现在 要把这个人的身份 和他的意图搞明白 是 阿淑 您看我做的是不是没有破绽 这件事都没有什么破绽 引不到你身上去 不过 你是想让我在杨贤打官司的时候 帮着他 对吧 是 没错 那你的车就是破绽 阿淑 其实那辆车也不算是破绽 那辆车 在锦绣小区的地下停车库 没有摄像头 我查过了 而且在上车下车的时候 我都是遮住脸的 应该不会有人查到 我和那辆车有任何的关系 去 把那辆车处理掉 到外地去处理 越远越好 好 没问题 老婆啊 老师也快回来了 老爸 老妈 老哥 恭喜你们啊 咱家要出大喜事了 老师真没问话 什么街要出大喜事 听起来 要出大事 你是来开热闹的吧 什么呀 我呀 支持你儿子带张孙回家 保证希望一处小 就玩一处吃 真的假的 来 来 快吃饭 那什么我不吃了 你也别吃了 我带你出去吃 我借给杨仙出去两个小时 我们谈一谈 走走走 好好谈 那我吃不大一点 这蛋有什么好吃的 又有好吃 去去 上来换衣服去 快去 去吧 去吧 不是谈什么呀 你问他 老爸 知道你喜欢这个 特意给你买 那好 谢谢光光 不 欢欢你听我说 怎么了 你这个样子特别可怕 你懂吗 你笑得特别 特别 我笑 我笑走散了 我怕 我跟你说真的 一个大老板 求你办事 请咱俩吃好的 吃什么鸡蛋 不不不不 这 鸿门宴吧 什么鸿门宴 姐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赶紧上车 快 快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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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贱了 我吃的 这门 这门 潘晓云 小云嘛 杨先生来了 来来来来 哥 哥 别搁了 往哪儿搁呀 快坐坐坐坐 我这么丰盛啊 干嘛呀你弄那么丰盛 这地儿很贵的 贵出十倍 你不想吃这些吗 那你跟我走 我有的是地儿 对不对 要不然走吧 我们 要不然打包包 我们换个地儿怎么样 走 杨夕 这边 潘晓云说了 难得跟你喝一杯早茶 要喝就得喝个够 省得烙在你手里把柄 请问一下什么把柄 这难得动用你一次 再抠抠缩缩的 那就是把柄 哥 喝茶嘞 小云 直接说吧 什么事儿 干嘛呀 一家人 说 什么事儿 他腼腆 我跟你说 那也不是腼腆 哥 我跟你直说吧 我惹事儿的 什么事儿 杨夕 你看 像潘晓云这样 年轻的企业家 他难免会犯这样 或者那样的错误 他又不像我亲妈 已经百炼成精了 潘晓云 这么年轻的企业家 对不对 他很容易经不住 别人的诱惑 他又特别想在 我们亲妈面前呢 去显示他的才能 于是呢 就趁着我亲妈 出国旅游 考察 再接着谈恋爱的机会 他就 引进了 保健食品生产技术 还有一条生产线 平山食品现在 也在生产保健品 只是申请了 批号和生产细合证 进购了原材料 还没生产 还不挺好的 好你妹呀挺好的 人家投了四五百万 你拿九元天真 那几样产品 送到北京去检验 别人 九元天真跟你什么关系 这是换了个牌子 原材料都一样 磨撕 有什么话 问他打电话说 晓勇在里面吗 他刚出去 是这样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 斟酌一下 这场官司打还是不打 打呀 为什么不打呀 你不是里面没人吗 你关键不是王晓勇吗 我真的不知道潘晓云 他也绕到了 这个事情当中去了 杨夕 这件事不仅仅 关系到警察的形象 还关系到消费者的利益 你想明白了才说话行吗 好吧 你看啊 你们都知道 我们家和潘家 这么多年以来 经历过那么多事情 很复杂 我们是一家人 情意啊 重 你觉得这理由说得过去吗 你不觉得太牵强了吗 好吧 潘晓云请求我 杨夕 哭哭泣气气的 你们都看到了 我妈妈也牵扯前来 她也阻止我 我爸爸心肠病 你甭说了 我明白了 你明白了 你明白了 他明白了 合着全都是你们一家人的事 是吗 关系的是你们一家人的利益 是吗 法律呢 正义呢 良心呢 你过得去吗 好 好 我打 好吗 这官司我打 输了别怪我 行吗 不行 杨夕 以我对你的了解 你不像是在这种事情上 能徇私往法的 这里边是不是有隐情 你说出来 我们帮你出主意行吗 我真的是因为这个琴太重了 重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腰都直不起来 我实在是你干吗 行 我去找杨康明 你先跟地上啪一会儿 喘喘气 两天之内 你说了算 两天之后 算什么 你明白 你要是最后真的选择 要把这场官司打输的话 那我们就分手吧 我 許莉君 老政 於是 許莉君 祝 妈 缓缓 不要哭了 这哭妈妈要伤心死咯 不 我就要哭 杨贤一会儿不答应 我就把她给哭死 然后我自己再伤心死 然后我们俩再重新投胎 你再生我们俩一次 我们就是真正的亲兄妹了 欢欢专门跑回家哭啊 是想和杨贤成为亲兄妹 他们俩重新投胎 你要是能生出来 可以上头条 你说杨贤她能不能答应啊 她要是不答应 我就和她端竟母子关系 我也担心这潘晓云啊 利用欢欢的事 闹出更大的麻烦 好 再见 好 再见 杨总把电话打到我这里来了 我在接一个国际长途 他怎么说 杨仙不想打赢这场官司 不想打赢 为什么 不清楚 听杨总的意思 连张言也问不出来原因 不过张言声称 要是杨仙故意打出官司的话 就跟杨仙分手 分手 他明确关系了 听杨总的口气 应该是确定了 知道了 你去吧 好 康明 杨仙可能有难言之隐 官司呢 就让他输掉吧 好 陆夕 咱不能这样 这输的不是官司 是良心 等张言跟杨仙分手了 杨仙可以不出面 我们照样可以把官司 搬回来 你和杨仙 那也不能利用这事 早知道这让你当初 对杨仙主动一点啊 我已经非常主动了 可是我拿了那么多时间 等他有空啊 再说了 他对张言的感情 那简直是莫名其妙 毫无道理可言 两个人是靠缘分的 缘分是不能强求的 康明 你坐下 你坐下我跟你说 这个官司呢 对你也是有利的 就算庭外调节 你狮子大开口 那三家保健品经销商 都会满足你的需要 我不能靠着这种事去赚钱 你怎么不从一个商人的角度 去考虑问题呢 陆夕 我跟你讲 你没有跟张言接触过 你不了解她 她是一个 不太会做事情的人 但是她为了三个老太太 什么都敢去尝试 什么都去学 她想改变自己 她每天到医院 去照顾李奶奶 护工做什么 她就做什么 甚至于给老人端屎端尿 还给老人擦屁股 你被她感动了 是啊 我很感动 好吧 官司照达 杨仙可以不出面 律师做她的代理人 你想办法 弄到她的授权书 来 欢欢 欢欢 咱们不生气啊 一定有让她看到你哭 她家都不回 我眼睛哭笑了 她也看不见啊 欢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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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车 柔车 abilities 谢谢 我不小 干嘛 可是你跑这儿躲清闲来了 你躲得了吗 瞧瞧你们 真的别逼我了好吗 很憔悴的 行了 没你说得那么惨 我跟你讲 杨康明已经联系我了 郑如希也说了 但是你必须授权 我跟你说我不是害羞 你懂吗 那我就不明白了 你为什么不想打赢这场官司呢 因为我 我 我不太好说 好 我不能说 是吗 真的 我 我真的有一件事要求你 想就来了 帮我查一辆车 小区监控 我看我们今天录像 需要做一些技术上的处理 你帮我查 好吗 特别重要 别打岔正事 这事简单 你把视频给我就行了 官司呢 给我点时间好了 于公于私 这事你也不能犹豫了 于私 你辜负了朋友 你浪费了他们的时间跟精力 于公 你损害了老人们的利益 损害了法治建设 损害了一个警察的形象和良心 对 没错 从道理上来说你都对 可是 没什么可视的 你只要实事求是的 对待这场官司 就完了吗 好 后天就开庭了 今天我给你最后期限 你会怎么样 我能怎么样 这事简单 我把它反映到局里边 如果局里边不管的话 那更好办了 我上网曝光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你知道后果很严重 别吓唬我 我也是一个公民 这是我的义务 人家还代表 都是你这德行的 你让我思考一下 好吗 让我思考一下 责任心 你法治观念 想好了 行了 别说了 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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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完了吗 我打 我打应他 吃没有啊 吃吧 吃了没有 没有 走 我请 我打 你跟我听我说一下嘛 对不对 你那官司是不是一定要打呢 我是 我不光要打我还要打赢 我对不起你了 行了吗 妈 但是你能不能先给我一千块钱呢 我随后再跟你解释 一千块钱 没有 我的那是 没有 你那钱都是我的妈妈 你放在我这就是我的 滚昏解雍事情 我会一样 我会想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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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 在我的妈妈 我会想到你 你现在要在你 那是你的妈妈 我会想到你 你都很想到你 你会想到你 我是说你这官室非打不可 还要打赢 不是 我 什么 钱 我 够不够 不太合适了 爸 你妈不知道 私房钱 你男人嘛 不攒点私房钱 遇到像你这种事儿只能哭 有道理 我说最后我女人 请不吭 我最后我都要有不一种行为 算性 好吧 我才能无法赢得到你 身上 真的 行 明天早上早茶见 拜拜 太好了 行行行行行 干啥呀 你们北方人管那个叫什么 什么叫什么呀 就计划生育管的那事 我是黄花大闺女 都那圈子干啥呀 那造小人 造小人 对 我喜欢这个叫法 有气势 再来造小人吧 现在啊 快 上来这头来头 造小人 为什么 一茶再酒 我今天 请你们主要是 就是想请你们原谅我 不好意思 黄昏 我是一个人大代表 我如果不能替百姓说话 我就不配代表人民 当然了我们是家人 我们是亲人 我跟二位佩礼道歉 对不起 但是我要站在群众的立场上 小云 不好意思 这个官司不跟你打定了 而且我一定要打赢 杨仙 杨仙 你什么意思啊 你这人大代表 就是大义灭亲杀妻求将是吗 黄昏 你现在说话越来越有水平了 说得我听不懂 太有学问了 我不是那个 你人大代表是吧 人大代表你了不起是吧 你人大代表 人大代表你了不起啊 人大代表怎么了你 人大代表你就大义灭亲是吧 杨仙 我告诉你啊 这事我跟你没完 潘晓云 走 杨仪 荒 你当着我啊 你这事哪里 你这事啊 你这事啊 你来保护眼睹 我叫人大代表 你这事啊 我叫人大代表 现在宣判 姐 下班了 吃饭去 梁欣盈了 感情输了 你说 这算不算平衡 梁欣盈 宽宽 我说你这拖着箱子干什么去 关家呀 平山食品损失惨重 我从此和杨家断绝关系 阿什么阿呀 你生出这么一个铁面无色的儿子 你就应该料到会有今天这样的结果 我们搬回我亲妈家住和我亲哥哥共患难 那去 宝如 她说要搬家你过来帮忙 那不劝劝呢 你那么听话呀你啊 真是 妈 要不你再劝劝她 那我再劝呢 那你得劝呢 那真是不说话呀这人真是的 来位宝如干什么 宝宝 你看心情不好啊 到潘家去住几天 安慰安慰晓云 杨正江 这可算是你赶我走的 宝如 走 欢欢 妈 妈 再见 欢欢 欢 欢欢 这个北方爷们跟屁愁 你说好啊 可以叫你小月吗 小月 我看了你关于杨先的系列报道 我发现你是一个很有水平的记者 对 嘉义时日新闻的普里色奖 非你莫属 高总 您过奖了 我不过就是一个靠卖字混饭吃的 外聘记者而已 外聘记者 你看啊像你这么优秀 而且又为人低调 这个报社也太没有眼光了 对不对 我这儿正好有一件事情 如果你能够报道好的话 我相信对于你这个聘拥制 包括前途 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什么事啊 杨先有一个妹妹 叫做杨欢你知道吧 杨欢有一个双胞胎的哥哥 叫做潘晓云 潘晓云 是吗 我说今儿这么冷 咱就别有了行吗 人家八十岁老头还游冬泳呢 这算什么呀 这北方老爷们儿弱爆了你 不是 今儿你看这天 多阴哪 多冷啊 不是 回头再给你冻感冒了 这么奢华的游泳池 不游看着呀 改天再游呗 你在这儿住两天 找有点感觉没有 感觉 啥感觉 饭慌的感觉找着 什么饭慌的感觉 我倒觉得 你找了点李莲英的感觉 你有没有觉得 我在这儿一住吧 身价倍增 身上那种小市民气质 荡然无存 黄婉 你妈妈来了 你要不要见她 举遣 你跟她说啊 是我亲妈不想见 可是她知道董事长 没有回国 她是来向潘总道歉的 没有这个必要了 区区四五百万 我们潘家赔得起 好吧 你刚才说啊 她要再来骚扰我 我让保安哄她 那好吧 好吧 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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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我亲自哄她吧 вопрос 早收拾我 小妖精 赵姐 那么大老爷来看你 你还把赵姐帮来在门外 小妖子帮我 你 你叫谁小妖精的 欢欢 欢欢 就是那个一只麻雀 刚刚飞走了 麻雀还能喊你赵姐呢 至少也得是一只八哥 李宝如送客 妈 回来了 你们送我吗 送 叔叔阿姨 叔叔阿姨 这样的称呼好不好呀 是不是叫伯父伯母 更妥当些呢 当然 不要跟他计较这个 杨夕 我们以张颜父母的名义 恳求你 希望你能够严肃认真地 对待这件事情 不敢当 不敢当 伯父 伯母 您要有什么吩咐的话 就直接说 谈不上什么吩咐 杨夕 我们恳求你 放过妍妍 你从事的是危险的职业 而妍妍呢 平静闲雅 可现在呢 她都夜不归宿了呀 她 她住哪儿了 好 我说的夜不归宿 可你说的夜不归宿 不是一回事 过去她上班 两点一线 可现在呢 她不到十一二点 她是不回家的呀 杨夕 我们恳求你 看在父母的面上 还她一安宁吧 因为她现在 经常去跑付出社的一些工作 我其实平时也很少见到她 杨夕 我们的意思是说 让你别再和我们的女儿张颜 谈恋爱了 我听说你是警官学院毕业的 怎么 怎么叫理解能力这么差呢 伯父伯母 首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情 我单方面也不好来做这个决定 对吧 对呀 她说得有道理啊 你怎么这么不讲原则呢 对呀 原则 杨夕 妍妍到大学里来工作 对她的人生 虔诚和发展 都是有益处的呀 你说对吗 放弃去大学工作 难道你心里就没有愧疚吗 她做什么样的决定 我尊重她 我也尊重她的选择 如果说她选择放弃我 我同样也尊重她 我尊重她 对呀 不要 要好 就是那 judicial 你怎么没有那么多 手提早 你怎么办 还得了 真心啊 听听 多坚定的爱情誓言哪 为生保住而死 更是这坚强的证据 你们就是想告诉我 杨仙有多坚强啊 杨仙的话透露出两个意思 第一 他说爱情是双方面的事情 不好单方面做出决定的 这就意味着他可以不坚定 第二 他说如果你选择放弃他 他可以尊重你的意见 这是首属两端 真正的爱情是什么 是坚守 是抗衡 对吧 比如说牛郎对爱情的追踪 哪怕一年只有一次相聚 他也把自己的生命 坚守在与爱人的遥遥相望之中 你们 你们就是想向我证明 杨仙有多坚决 多坚定 多坚强 对不对 你不要再多问了 赶紧出现在我面前 不然后果自负 我 我 谢谢大家